好 我們今天講 講熱 上禮拜講一個轉動的部分 有公開看一下 其實就 主要是 一般我們平常只要做一段戲的動作 轉換成腳做這個概念 好 那 熱 記不記得我們想一下 什麼叫做溫度啊 你感覺到 我們覺得都沒有溫度 你覺得溫度是一個什麼 我現在也記得一下 振動 什麼振動 你記得 你的記憶力蠻好的 什麼樣的振動 分子間 然後 是分子間的距離振動 還是分子本身在振動 分子本身在振動 原子在振動 分子在振動 好 實際上 它是讓這個 我們後來學到 像最近 我看了一個蠻有趣的一個試驗 我朋友有分享了 在Facebook上 說 有人用 有人用樂高金木 去做一個試驗裝置 去證明普朗科常數 我們在學一堆常數 我們在學一堆常數 所謂的常數是什麼 不會變得說不對 常數 像我們知道了有幾個常數 大G 代表的是 外圓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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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 你都略不會變 以後你們可能學過 你們學過一的吧 自然指數 一 我們現在學一般來講 學樂高對不對 以時為敵的 那你們後面可能會比較常用到 樂高以一為敵的 以一為敵的自然指數 然後還有什麼常數 可是彈性的彈性系數不是常數 它是會變的 我們講這 這在宇宙中是出現的 是存在的 它是不會變的 還有一個是 K 哪一個 K K 酷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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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講那個是 電子 電子的帶電量 是不是 一個電子的帶電量 它就沒有變的 然後還有一個 還就會轉高極度 轉高極度 它指的是我們可以看到能量 跟一個物體的 振動頻率有關 所以因為超 Walter 它的頻率多長的時候 它帶著能量多長就知道了 那是固定的 所以頻率跟能量是有關係的 那它這邊的就是不一樣的長處 我們講一般的振動 事實上也是一種頻率 所以你可以從振動的頻率來感覺到這個東西的能量高低 一般來講你的振動頻率越高的時候 它有具有的能量力越高 所以我們講超音波 為什麼超音波可以把石頭給碎掉 因為振動可以影響得到 可以啊 像有人跟我類似聖結石 石頭很小 小到我現在 但是它不是那麼小 就是它小的是有點脆弱 可是它又沒有小到我可以自然的排出來 所以它用超音波去把它碎石把它鎮掉 鎮到更碎的時候 我很大量喝水就可以把它排掉 我就不用排掉 那是一種做法 超音波有一個效果 好 那我們可以感覺到溫度就是這種振動 所以兩個物體放在一起的時候呢 它的振動 兩個物體接近 我現在讀完美接近的時候 我這個物體本身的分子 鼻子間在做一個振動 你可以想像所有的分子 所有的支點 每個點很自然的 它就一直在振動 它不會停整 它只要有溫度它就不會停 可是這個溫度比較高 所以要振動比較劇烈 所以溫度比較低 振動比較慢 所以當我們把兩個貼在一起的時候 很自然的 這個振動的頻率就會傳過來 就會傳過來 傳過來 它能量慢慢就可以傳 所以有時候想說 這個能量是由高到低 也可以這樣想像 那就是 因為這邊振動很快 這邊振動很慢 兩個靠近的時候 它兩個慢慢會同步 會振動成一樣快 會有什麼物質嗎 假設這邊是 是鐵條 這邊是銅 不管是什麼物質 它只要放在一起 它慢慢振動頻率會趨勁相反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說 它溫度 就平衡了 對不對 它溫度就平衡了 所以你可以想像一下說 假設我現在有三個物體 放在一起 A B C 這樣放在一起 假設我現在A跟B 平衡了 B跟C也平衡了 一段時間 經過一個長時間的平衡之後 它慢慢入度傳導的關係 它溫度相同的 那你覺得說 A 的溫度會等於C的溫度 對不對 這非常簡單 要不要講一遍 可是 這個其實就是我平常 拿溫度去量東西的概念 我拿溫度去量這個物體 它量到多少度 我就看到是它跟它平衡 我拿這個物體 拿另外一個問題 你要從溫度 我們就可以說 這兩問題是一樣溫度 就可以這樣定義了 然後那是被比較出來 那溫度這個含頁 在整個物理量裡面來講 溫度是一個最 最難被很清楚量化的東西 因為 你的儀器 你的測量儀器 是最可能最不準的 因為像我們又拿瓷 瓷是用比較出來的結果 可是溫度這種比較 好像是很難去 很難去呈現說它到底是多少次 我們可以去進入一個轉換 就是溫度計什麼的轉換 我們假設用的是那個 一般的九星溫度計 九星溫度計 這樣的科學的話 這怎麼被轉換出來的 怎麼被轉換 熱脹很錯 實驗 對 它是熱脹很錯的 實驗轉換出來 紀錄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來 我用零度的東西 一定要平衡 零度計平衡完 最後我這邊畫個個分數 這叫零度計 我拿去一百度計的地方去平衡 他說這叫一百度計 對不對 然後開始 就畫出一百分 就說這是零到一百度計 就這樣子 可是 這個零度計是跟誰 我們知道這地方是零度計 我們說它就是零度計 我們說水結冰的時候 就是零度計 那你確定這個水結冰 是零度計 那為什麼水結冰的時候 它不會在那邊畫物路 因為如果這邊有一桶水 上面有冰塊 我們說這一桶水就是零度計 對吧 一般在洋上說的 難道這桶水不會有別的物路嗎 那麼均勻 每個點都是零度計 先把他交一交換 講話交換就好 沒關係我們可以接受一點 看不出來的物差 物差 一定有物差 所以物度是最難 最難去做到他們的點上 譬如說我今天去 我今天某一個人 他先聽這是一公尺 你拿另外的長度去跟他比較 一公尺 很容易我們看出來 這次一公尺不會太多變化 你也不需要今晚彈來平衡 可是溫度這東西 要這樣做的話 你一定要先放一個 絕溫條件裡面去 這蓋子要蓋好 這承動出一點點 然後我們要看一下 它的刻畫是怎麼樣 那這要非常好的一個 絕溫條件 所以它的溫度能量 不會跑來跑去 所以經過一個很長的時間 要慢慢的平衡 增痛水都是一條溫度 在淋呼吸的樣子 那一百度吸氛 我要加熱嘛 加熱到沸騰 然後再絕熱 那這過程當中 你還控制一百度 你剛剛做過實驗 百度想麻煩 因為它義氣都不知道什麼時候 對 它有困難啊 它不是那麼容易做的事情 所以 上次我們也做過熱平衡時間 是真的有困難的 它本身 你要做到非常好的熱均衡 而且熱絕熱條件 是很難的事情 所以溫度平衡 實際上我們一直以來 就是一種 盡可能去校正 但是最好最好 是露度機 以前我們在冰工廠 在做的時候 在去買那個露度機 然後這很好 很討厭不過 最好 我看 我記得最好就是 測度1%的路差 就是它很難再精細 濕度溫度大量 就是1% 已經算很好 差一點3% 再差一點1% 可是它怎麼知道 它的路差是1% 它是經過幾個十 它就是 一起去做啊 這是一個統計的量化 的東西 比如我今天 我今天做一個統計 一千個人調查完之後 他會有分幾分 這是 好 你們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我現在 數學的統計學學得怎麼樣 但是 我在 我後來在美國研究所的時候 我們老師用兩個事情 他說 現在美國他們發現了 有兩個一定要教的 在大學一定要教 變不易修 一個是統計學 一個是反射的不確定性 這兩個都一定要教 那統計學的話 就是說我可以做個實驗之後呢 我可以得到一個圖形 那我好想要根部 做出一個類似的圖形 那再決定說 我現在在誤差 是多少 因為你說的 所有的量測不可能 剛好 你記不記得 我們要做測量實驗的時候 我們有做測量實驗 就是簡單的量個尺 量個子的長度 有做過嗎 沒有了解 沒錯 平常量過的經驗 有 你會發現 兩個時候不見了 一定會準 比如你量自己的身高 你今天量可是 我本來量起來175 我他沒量很高 我講是你們 我量175 明天可能要175.1 明天可能要175.2 前天也挺量 148.9 149.8 是不是 你不可能量剛剛好 就是每次量都剛剛好 那個點這樣 不可能 所以他會 統計出一個分布 統計出一個分布 那我們找出平均值嘛 說這是我們目前的身高 對不對 但是你身高一定在這個點上嗎 差不多 只能說差不多嘛 這就是誤差範圍啦 對不對 你的肯量方法 結果都在這裡 這是誤差範圍 所以看你要去多少 所以誤差範圍在一個範圍裡面 這是我們大概 你如果學過統計的話 可以從這中情曲線上 大概可能是要你這樣量測出來 結果的誤差害會多長 好 好 那我們 我們講到溫度 那一開始常常熱凝冷 之後講溫度計 我們要先知道 溫度計的定義 這應該都記得啦 我們是簡單試題 來就好了 好 攝氏 攝氏什麼定義呢 零度計 水接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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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度計呢 背點 好 那華盛呢 華盛 體溫 體溫 體溫什麼 體溫是 多少 77 所以應該不是這個 華盛體溫是 他估計 體溫是100度 不是 體溫啦 人的正常 體溫是100度 對不對 他色的 他色的 他假色 你可以看一下 100度威浦 先減量3色對不對 所以等他 6.8 再減量9分之5 沒多長 9 6 54 97 97 63 7.0 35.0 37 對不對 100度計 100度威浦 是他的體溫正常的體溫 那0.5是什麼 我想起來啊 那是他老婆的溫度 好 那0.5呢 沒有 0.5 0.5 所以他其他 我不清楚 但是我自己在想 因為當初 英國人他們航牌非常有色情 然後他想知道說 他比較care 他名聲問題 他應該在乎的是 海水成功結冰 因為船要出航嘛 水結冰 當作結冰 現在下雨的 下雪的 KB能夠結冰 才去下雪 水結冰 他不是那麼在乎 但是因為我們事實上都要出海捕魚嘛 最在乎是什麼 海水結冰 海水結冰 我們就出不去啦 所以他沿水結冰的溫度 這是我猜的 因為那時候我一直在想說 為什麼他用沿水結冰 這個溫度 來當一度 他的確是用沿水 是沿水結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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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原因就知道了 我在猜是因為 因為這英國人 他們設定一個溫度計啊 那我在想 唯一可能 比較可以被 我想像比較合國的說法 應該是 他們靠海生活 海結冰就不能出海了 所以他想說 平衡的溫度 會不會在海結冰 對不對 所以他沿水去做實驗 好 然後攝氏華氏知道的時候 的派對是什麼 凱氏 K K 0度就是0度 0度就是0 他凱氏的討厭是 凱氏我叫0度 那叫0K 0K 0K 絕對0度 對0K 絕對0度 絕對0度是多少 270 270 -273 1度C 好 他只有定義這個東西 其他的間隔 跟測試是一樣 他1度 1度 1度C等於1K的間隔 1度C的間隔 1K的間隔 所以他170多種 我們170多種 170多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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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多少 370多種 170多種 對嗎 100度C等於373K OK 那這 負的273 他怎麼不知道是負273 他做實驗的嗎 推測試 還推測試 他不是去量的 他不是去量的 因為 宇宙中沒有這個溫度 宇宙中沒有這個溫度 宇宙中最冷最冷最冷 目前已經知道的就是3 3K多種 所以有人說 你把這個收音打開 去調到之後 嘶 或電視機打開 以前的電視機 現在電視機很不會 現在是數位的電視機 以前電視機打開 那沒有訊號的時候 因為以前的 以前電視機在12點 就關訊號了 所以12點以後就沒有訊號 這時候打開就一片雪白 雪白 就是會像下雪一樣 就是一片雪白的畫面 不是真的白色的 是有黑一點點的雪白 他說這個訊號就是3K的訊號 基本訊號 背景訊號 就是背景訊號 就是3K 那為什麼你看 訊號 可以被看見 它不是溫度嗎 為什麼訊號可以被看見 溫度可以被看見 溫度當我們用溫度去看到 你看現在的溫度幾度 因為溫度可以對應到一個輻射頻率 輻射我們講的是那個電磁波的輻射 溫度 任何一個溫度 它可以對應到一個電磁波的輻射頻率 所以這個頻率 只要有一個機器可以接受這個頻率 它就可以轉換成聲音 有時候已經聽到 不是就是靠電磁波的輻射嗎 靠Fm的輻射頻率嗎 它可以收到其他頻率 當然也可以 無線電磁波 無線電磁波也是 OK 好 所以這是溫度器的定義 換算就不用 換算應該可以自己換算一下 這介格是100格 對不對 100格 0數 這個0度C等於 32度F 對不對 它的 100 我們先來這邊看一下 它的0度C等於 342度F 這個100度C等於 212度F 這中間間格是180格 這中間間格是180格 這中間間格是150 人家可以用這樣比例換算 就知道它的 量的時間換算嗎 我們介紹幾個溫度計好了 幾個溫度計 在溫度計裡面 它溫度計 溫度計之所以拿來 可以被拿來做溫度測量 它主要的原理是 熱量體重嘛 對不對 所以一般來講 好 那我就是 一般的酒精霧力 鍋裡面泡酒精 然後 然後 我就拿去泡冷水 泡熱水 這時候呢 它的酒精的膨脹會收縮 所以就可以知道它的測量 所以問題就來了 咦 酒精會膨脹收縮 鍋裡的膨脹收縮 為什麼會有高度差 因為玻璃膨脹收縮很適合 玻璃膨脹細數比較少 所以差別在膨脹細數的大小 膨脹細數 好 那我們來想像膨脹細數 對一個物體的影響 是什麼 膨脹細數對一個物體的影響 假設 我們現在物體 一個物質長度 是L 是L 然後 我膨脹細數 我會改變度 對不對 最後的膨脹細數是什麼定義 我們會定義的膨脹細數 是怎麼定義 好 假設我現在長度變成 欸 變成多了一塊出來 這長度叫做什麼 假設叫做 Alpha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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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膨脹細數是Alpha 膨脹細數 膨脹細數 會怎麼定義 如果你在想 你要設計 你要去做一個實驗 你知道這個 有個長度差 你想做一個 告訴人家這個膨脹細數 我們講氣數就 當你知道膨脹細數 知道膨脹細數很好處 我每次拿一口塊 就是他有抓力 沒 每一度 我放在頭上 OK 每一度 所以這個Alpha會點什麼 肚 在改放 肚會放在什麼 分母 分母嗎 分母處理什麼 呃 分母 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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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這要 妳覺得這單位會變得什麼 這單位會變成 度C 單位是M 對不對 這是iki你要的結果 我們是不是會希望這個沒有 對,這邊還在成長內嗎? 喔,要這樣 對不對 你得到的是個什麼東西 是個數字 事實上這個數字跟溫度有關 那得到這個比例 好處是什麼? 好處我不管得L是多少 套處C都可以用 對不對 那你如果是用CNRL的話 你會發現 當我常務改變了 這個系數不能用 對不對 所以我把它穿上L 知道意思嗎 所以我穿上L之後 我得到這個比例 我這個膨脹系數是個比例關係 是一個 我這樣的長度 我就要穿上這個比例都可以用 對不對 所以我剛剛已經告訴過 喔,我的L 本來是10公尺 我現在L變成20公尺 我是直接穿上這個阿華跳的 我的膨脹系數又是什麼 我的膨脹系數就是 我的膨脹結果 我當你 我當A到L等於什麼 是不是就直接 阿華一乘上 我的L一萬 再乘上 我的A到L一萬 我就知道我通常都不少 是不是這樣 對 那換個角度一下 我這個長度就能什麼 我這個長度能1加阿華 乘上L 乘上A到L一萬 這樣子 我的溫度改變 我就知道它是長多少 就這樣子 好 它這長度的部分 膨脹系數是這樣被定義出來了 好 它膨脹系數定義出來了 那我們來想一下 欸,假設這是個面積呢 本來是A A 我進到一個電腦T之後呢 我會成這樣 變成A' 那A'是多少 平方 誰的平方 就是 A' 是A加阿華等平方 再乘上A' 對不對 我們的長度假設是 L 那就是 L加上 L乘上A加阿華 對不對 然後假設這邊也是L 我們不要用L 我們有X 這樣才可以 這邊有X 這邊用Y 也是E加阿華 所以這邊得到的是 X 這邊得到Y 也是E加阿華 對不對 當然要成長第二碼T 好 好 就這樣子 好 那兩個箱子之後就得到什麼 得到A平方 這個A平方 得到A A是成分Y 平方A嗎 E加阿華平方 那當然就成長第二碼T平方 對 對 欸 這邊拿第二碼T平方 就是 就是 每一度 它的 改變量 對 所以它的分值應該是 改變量 對 所以改變量應該是 L分之L 交掉到L 嗯 改變量是 L分之 加L 對 L加L 對 L加L 因為如果你只加了 更L的話 它的改變量是 再減少 不是 你這東西 這樣子講沒有錯啊 所以這東西講到什麼 定義這個就是 E加 E加 A加 A A 對不對 可是你講的是 A的那個分子 分子的問題 A 分子的問題 對 因為你在這邊 E加 你就會感覺 好像多了一個E 就對了 因為 A應該是 大於1的數字才對 呃 一般來講 定義它 不是大1的數字 應該是說 可以說 嗯 對啊 它的運動改變量 就是說 我今天E加A 這個才是多的嘛 所以我們先把那個E 獨立出來 才會說我這原來是多少 我多是多少 這是多的嗎 就跟你利息一樣是多的 比如說我的利息是1.3 1.03 那感覺像是 你一年多一倍的錢 就是我們現在定義上 不會說利息是3% 就是我一年多 本金之後再多3% 所以本金就被另外算了 這是我一般來講 計算的習慣這樣 就是我們在討論 你知道在說什麼 我說 我這個利息是多少 所以不會說我是乘以103 對 不會說我的利息是103 可是這個本金不會另外算 所以本金要保留啊 對 我們算它增加比例啊 嗯 哦 對 所以阿法定義只有說 只有增加比例 才是阿法 我不會說全部算回常阿法 好 然後 OK 好 所以假設 假設在哪 L 等於是 這是後來的長度 會等於什麼 會等於 不要打T 乘上 阿法 加1 對不對 是這樣的 再乘上L 我們希望得到 這是我們原來的定義化 我們希望得到這個結果 我只要知道 溫度改變厲害 我只要溫度我的電話 我的同樣吸收 我就能知道後來的長度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阿法定義什麼 是不是等於 阿法定義什麼 是不是等於 這是 雖上 delta 7 雖上L 是不是 上 所以阿法定義要是上的 噁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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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起來L 因為 delta 很夠 對啊 所以是 所以是ΔL,Δ7 對,因為我們剛剛在寫一樣 這是ΔL,然後這是L,然後Δ7 對不對,跟剛剛寫法是一樣 這是R8D 所以OK,所以在這邊我們 我們面積會等什麼 面積會等這個 這樣對嗎 這個E不能加在裡面 如果這樣什麼,E不能加在裡面 剛剛應該是L2D這個 所以L2D應該是等於 ΔT乘上α乘上L 加上L 對不對 所以這次把它變成X比較好 這邊變成什麼 Y 加上ΔT α Y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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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把這個 M1變成什麼 兩個相乘 就變成 我們如果把這邊X提出來 這是X 1加上α LT LT在裡面 對不對,這樣才對 Y 1加αLT 就是這樣 所以A是什麼 X 1 加上 5 加上 加上 是乘上 1加8 T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大家就是這個結果 所以我們把這個畫開的話 就是什麼 A乘上 1加2 αT 加上 αT 平方 這應該丟到T 丟到T 丟到T 好 是浪的 A在這裡 結論是結果 所以假設 假設這個α很小的時候 這個還有平方 α很小的時候 這就給忽略武器 一般來講 弘到西部很小 一般來講 弘到西部很小 對不對 這不能忽略武器 這是兩倍 這不能忽略武器 這是指數倍 哦 對啊 指數倍 假設我的很小是0點 是 1% 對 這變1%了 這還有1% 這不能忽略武器 這忽略武器 我沒講過啊 事實上是這樣的 所以物理有時候 比數學簡單 是很多種忽略武器 數學在介紹 就不能隨便忽略武器 但是 其實數學也有啦 你數學在說到後面 不管是以後的什麼 胎勒提數啦 什麼 他還是不能隨便忽略 沒有有些是可以 他倒線小 他要有條件的嗎 是有條件的嗎 這也是一樣 他很小 他的條件就是 大媽很小的時候 大媽很小的時候 所以那多小是小呢 那就憑經驗了 當下 可以接受的時候 他就可以接受了 好 所以我們的結果是什麼 結果是誤差 都是這樣來的 當然 事實上 你到外面 你再接受這個結果 你會變成說 我的計算機要非常強 你要想 在很久以前 很久以前 譬如在計算機 沒有這麼發達以前 大概譬如40年前 40年前你要算 我不要算 我沒有辦法算 我連檔算盤 我要算到萬分之一的平方的時候 小距離一下八位 請教你有什麼工具可以算 傻子 對 你沒有什麼工具可以算 你要換場 那些算這些東西 你會很辛苦 所以事實上高方的程度 是這樣 真的無理不去 小於0的時候 所以我們會知道 A club等於什麼 1加2八道 A 對不對 同理可證 V club等於什麼 體積啊 三四方的時候 在這邊會出現的事情 假設這邊三四方 1 3 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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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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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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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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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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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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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不能再變小了 但是他做到液體的時候他就停了 那邊就不能再做 後面都是虛線 被假設出來虛線 好 那 所以呢 假設我有辦法 我一樣是 弄個一個罐子 我裡面就裝空氣 那我這邊有一個液體 我液體應該是這樣子 然後那罐子的插件 所以這罐子沒有液體 好 我這是氣膩的 當我溫度改變的時候呢 氣體的改變量比 旁邊的殼的改變量都大 所以呢 氣體會產生一個壓力 我因為體積要變大 但是我被瘋起來 壓力會變大 體積要變大 但是體積沒有辦法變大 所以他轉換成壓力變大 所以壓力就把水給進去 所以這個環子 我大部分增加的時候 我的環子就會升高 升高的原因不像熱量很多 是因為空氣熱量很多 他這個液體本來會熱量很多 但是他比例這樣差很大 空氣比較熱量很多 你看空氣的比例是多少 空氣我只要多一度 多一度吸我的體驗增量多少 我來看一下 這種時候拿來量很細微的差異 這個其實 那量很細微的差異 現在也不算細微 就是跟一般物體很像 就是跟一般物體差不多 但他刻畫稍微大一點 他每差一點點 刻畫稍微大一點 對 但也取決於管理的細度 管理的細度 管理的細度 體積壓上去 所以你的高度差距很大 怎麼樣 還沒有寫下一張 下一張講到 你看喔 在這個熱的問題討論完 下一張討論氣體動力方程式 氣體動力方程式的時候 我們就會討論到這些氣體的方向比例 然後在下一張就講到 大家知道這個比例關係 我們可以想像一下 假如這是273 到這邊是0 這邊是V 這邊是0的話 那這線性比例可不可以決定 可以啊 這線性的關係 斜率什麼 斜率 就是他的同量是什麼 對 273分之一 對 273分之一 所以我們也增加一度C的時候 我可以用2703分 ΔT來決定他分解一下 OK 好 這是氣體的部分 氣體可以做功夫 好 所以 我們當我們討論這個 熱的關係 熱的平衡 熱的 熱湯蠟搓 那當然 關於熱的部分 他討論就是 敵熱的問題 對不對 在科學當中 一開始 再定義 事實上 科學有件事情 那我們現在學的 有點小意思 是因為 當初科學家比較是 就是 你對什麼都有視覺的練習在慣 對什麼都有練習在慣 每個都練習第一小小小小小 可是 那我們現在要練 我們現在想學的東西 我們都必須很花一節 可以要學人家做一年的 不是一年 做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 一輩子的成果 對 可是好久了 沒有錯 好久了 看一下 夢的 他觀察官鬥的那個 那個什麼 高精 矮精的那個 他可能做一輩子耶 他真的一輩子 統一結過 統一結過 統一結不要上門 是不是 不就是基因 基因嘛 弦性基因 隱性基因 這些東西 對不對 所以 所以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刻一刻在做 熱量的事實上觀察 我今天對一個水加熱 因為最容易拿到的是水 所以對水加熱 給它能量 水的部份就變化 所以我必須定 用手的能量 就要定一點 一克的水 上升 或下降 一度C 所需要的熱量是一卡 只要被定義出來 所以我就定義一卡 定義出來 那這是熱量 當然我們現在都知道 什麼是熱量 熱量就是能量的一種 是不是 然後就能量的一種 所以 那我就想說一度C 那是不是所有東西 上升一度C 所需要的熱量 都是一卡 不是啊 所以他發現說 假設我是一克的鐵 上升一度C 不用一卡 我所需要的是 可能0.6卡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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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可以簡單這樣想 有些東西它的震動 可能比較難 有些東西震動比較簡單 那對手是難什麼簡單 不知道那本質的問題 尤其有些人個性比較固定 有些人個性比較開朗 有些人個性比較熱感 不一定 那我們遇到這幾個材料 它容易被熱量 容易吸收 容易得到熱量 容易吸收熱量 改變它自己的震動頻率 所以它的震動度表現上 會比較快 我得到一點能量 我就可以表現出 它比較會被管理所影響 對 事實上講 一個人 那不要亂揍 那我們現在再說話說 如何好吧 那我們給它新的物理量 給它一個新的物理量 叫做什麼 比熱 跟誰比 跟水來比 所以水是一卡 我是0.6卡 所以那比熱就是0.6 當然 比熱被定義出來 所以當我看到一個物體 這個物體 假設是500克的東西 那它體熱如果是0.8 好 我們知道這些事情之後 我們可以想像什麼事情 光這兩個數字 它告訴我們什麼 叫什麼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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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上升一度要多少能量 它上升一度多少能量 所以我們就給它另外一個定義 這叫做熱能量 有時候我們需要的 這個是 我們知道這個東西的熱能量之後 什麼叫熱能量 這個物體 某物體上升一度吸 需要多少能量 需要熱能量 或者你換個角度 這個物體 可以 藏有多少熱量在裡面 這不是 好 講說我們現在AV的物體 A的熱能量很高 B的熱能量很低 那這又是什麼意義 就是 一個比較 不一定 不一定 要看它大小 因為它有質量多 它一把質量喊定去了 就是它誰可以裝比較多 一度可以裝比較多 說誰可以裝最多 要用一度去比 就是 就是他們上升同樣的度的時候 那誰誰可以裝比較多 那我就這樣 我認為我們這樣 是說 誰可以裝比較多 簡單來講 我現在有一個杯子 你們看到現在年紀很夠大 不過不能喝酒 你可以喝酒了 我們喝威士忌 喝威士忌要加冰塊 對不對 可是我不喜歡加冰塊 為什麼不喜歡加冰塊 因為加冰塊 酒會被稀釋 我喜歡喝純的威士忌 可是我會喜歡喝冰的威士忌 我要把威士忌拿成冰 那我冰箱沒有那麼大 所以大部分你去酒吧喝威士忌的時候 一個杯子 對一個杯子 倒威士忌 到晚上我要加冰塊 不加冰塊 就這樣選擇 那如果高檔的酒吧 他就問你說 那你要不要加 不是冰塊的東西 你可以加鐵塊 或加鐵球 我去幫你鐵球 可是這個杯子很有線啊 這個 這個威士忌 很好 這是放進去的過程 好不好 放進去的過程 可以嗎 沒有 可以是這個空間 這是冰塊 這是鐵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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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鏽鋼 五點塊 那我們就想 好了 那我問你來 這不鏽鋼 密度多少 密度大概是至少是六 同樣體積的水 跟同樣體積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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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鏽鋼 應該是不鏽鋼 那不鏽鋼 那不鏽鋼 它的質量多少 6V 它的質量呢 0.9P 對啊 可是冰塊有龍化熱的東西 龍化熱 龍化熱 龍化熱是80 每克龍化熱是80卡 應該是太熱OK 我想看 我知道那個冰塊要塑料塑料在保險 有沒有 沒有 它是它會走 它會走 它冷一點的冰塊 還沒走 很冷的冰塊 你講沒有錯 有這個 很冷 我們來想一下 你這樣講 有可能是對的 我確定 我們來想一下 你講沒有錯 所以它的質量知道了之後 我們說它的S是E 對不對 它S假設是0.7 這等於42V 這等於0.9V 對不對 光是考慮 考慮這個叫做溫度差的關係的時候 或是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考慮 再講 融化熱 冰的融化熱 冰從0度C到 0度C的冰到0度C的水 它每一克可以帶走80卡 對不對 所以它再加上那個80卡 就是80V 對 80V 對 所以看起來是冰塊勝出嗎 嗯 它是溫度差 它是溫度差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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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還有一個東西是什麼 還是溫度差 誰的溫度差 就是溫度差 我鐵 假設我這樣冰碗的鐵 是-10度 我上升到10度 我是不是有10度的溫度差 我都在跟誰上升 不是一樣溫度 那它應該是 它還是從-10度上升到0度 然後再有一個融化熱 再上升到4度 對 那它是不是從 從-10度上升到4度 它都用銅碗筆的 就鐵來強化筆的 它是經過中間再加一個融化熱 對不對 所以簡單來講話 應該是說 假設我從-10度C 而且冰塊比這個 不一樣 變成25度C好了 可是一般不會喝到25度C 大家看到10度C又不完 對不對 你喝到25度C 25度C 就不用加冰塊了 然後就直接喝 我只要直接喝喝喝 常溫的就好 好 我們DELTA-T是20度C DELTA-T是20度C DELTA-T是20度C 好 那我們來加一下 假設我的冰內也一般 好 那我們就可以簡單來計算 冰塊比假設冰的手機 我手機沒有關 蛤 我的手機沒關 震動 應該不是我 應該沒有聲音 我呢 還不錯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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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了 我摸到了 手機要震動了 嗯 嗯 我們B是100 我們假設冰塊的比勒是T 因為冰塊比勒不見得低啦 應該比較小 那一片 一片 一片 對 這就是一片多 但是我們假設是假的 所以 它拼了一塊 體積是100 所以這邊是90克的冰 對不對 90克的水 所以我們乘上電腦T是20 乘上我們的比熱是1 加上90乘上80 這是我們可以代表的熱量 就不鏽光在講的話是多少 是600乘上0.7乘上20 是不是他可以代表的多熱量 那算起來多少 我們丟起了42 加上20 8400 上面呢 180 加上7200 7200 對不對 180 加上180 對不對 所以打1 9 9 1 1 冰塊勝出 這邊用1 用裡面覺得差一點 對啊 假設這邊不是 我這邊假設冰塊的比熱不是1的話 所以 可能差不多 可能差不多 可是你用鐵塊的話 因為他 會形式 一個重 另外一個就是他不會形式的問題 所以 因為 牛是拿不起來 但是這次喝起來應該是很有感覺吧 這 冰塊 600克重 這一杯起來就很重 喝起來很有感覺 他有啦 其實以前在這個 他們德國 他們喜歡喝 喝米酒是用錫杯嘛 錫 他就把錫杯先拿去冷凍 錫會很厚 錫杯還蠻厚的 跟馬克杯差不多 對 所以拿起來也很沉很重 為什麼這包馬克杯拿在這邊 一樣嗎 比熱的問題啊 呃 質量的問題啊 而且馬克杯 你主要是 因為 在熱 熱容量這個東西 它跟質量有關 所以當你密度低的時候 是讓你的熱容量會不會高 對不對 馬克杯的 比重比較低嘛 比較小 所以他相對跟他講 質量小 質量小 一般來講 比熱在 在 大概0.5-0.6 挺多就這麼低 高一點的話 到E是 一般的水就這麼高 所以你不會 低到太誇張 所以 大概就是 跟質量比較大 那熱容量 那E是 你今天 因為冷凍器 它是個複合物質 譬如假設 我現在 上次我們做實驗 不是 我們拿了一杯 的水 它的溫度 從100度C 降到80度C 我們想知道說 它到底烤掉多少熱量 我們只算水就錯了 因為它是有杯子的影響 對不對 可是杯子你可能可以 查玻璃杯的 比熱 然後那些怎麼 降機出來 是不是很複雜 可是我如果把這整個東西 到現在寫的冷點 還是玻璃杯裝水 可是如果這某個設備 或某個儀器 它裡面有一些 有10個小分鐘組成 裡面有一些塑膠 有一些鐵 有一些金層 有一些什麼東西 再組合在一起 你先把單獨的筆熱 全部算出來 再把它弄在一起 你算出你的熱容量 你再多它算 所以不要簡單一點 直接拿去做實驗 加熱一下 對 我直接加一度C 我看他需要多少熱量 我是不是可以知道 他熱容量 我不見得要去 散個算 所以當你知道 他熱容量之後 我是不是可以拿去運用 他上升一度C 需要多少熱量 我就知道了 他下降一度C 可以放多少熱量 我也知道了 所以我就可以知道 這是熱容量 所以這次在計算的話 我們可能知道 熱容量會比較簡單 就不需要從筆熱一個月去加總 這次在計算 OK 這次在計算 好 那 再往下走就是 水的傷態變化 物體的傷態變化 大部分的物體 大部分的物質 都有所謂的傷態變化 這傷態變化 我們以前考慮過 這是理論上所有物質都有 理論上所有物質都有 理論上 但是 那是 什麼 什麼 那是 直接企劃 所以他有疑態 他有疑態 當你高壓力 壓力又疑態 壓力又疑態 所以大部分的 三態變化都跟 壓力跟物質有關 你可以靠物質壓力調整 他就可以改變他的 狀況 狀態 所以一個簡單的三態 大概就是 大概就是 我都畫誇張一點 大概這樣子 然後這邊是 溫度 這邊是壓力 那這什麼意思呢 我們假設這個代表線 這是一大氣壓 假設水的話呢 我們可以知道這是 從我的一大氣壓之下 這邊會幾度 這邊從固態 變成一態 再變氣態 對不對 所以這邊幾度 零度C 對不對 這一點是 100度C 對不對 因為是 從液態變氣態 就會沸騰 從素態變液體 就會融化 融化變 就這邊來講話 是0度C 就是100度C 所以 想像一下 當我溫度 當我的壓力降低的時候 我發現一個事情 假設這邊是 我們爬雪山 雪山上面壓力多少 不知道 不知道 我那天還查過 雪山壓力大概是 6 30 mini 拱柱 大概是760mini拱柱嗎 630 好 假設啦 就是 大概只有剩下7分之1的壓力 7分之6的壓力 好 那你可以想像一下 你可以發現一個事情 是 我這個點 12點 我這個點 上來升高 實際上是升高的一點點 因為這點呢 不過是0.4度 這點是0.4度 所以他只升高一點 他的 零部點 升高一點點 現在升高到0.2度左右 0.3度 0.1度左右 但是這點降低還蠻多的 這點會降到大概80幾度 86度左右 好 他就降低 所以 所以其實那天 我現在寫這麼大沒寫 那天阿羅講說 他那天登山遇到一個笑話 你們有聽過嗎 他說他們那幾個小孩 他說到晚上到山中 燒開水 燒開水 那有個同學去燒開水 就把火打開 好 完了 好了 大安倍的水 阿羅 什麼就好了 怎麼那麼快 對啊怎麼那麼快 怎麼好了 阿不是把它加熱就好了嗎 有沒有燒開 什麼叫做燒開 誰啊 什麼叫做燒開 對他沒高水 他肯定只有一個選項 就是那個人 我不知道他在有自然科 還很少上課 他沒有上我自然科 這個自然科無關 我們先想一個事情 先想沸騰變事情 他從醫生變氣態 沸騰到底怎麼可以吃 什麼叫做沸騰 就氣化 好 他氣化 他為什麼氣化 好 這不太區列 然後他們彼此之間的那個 你知道什麼 你們之間的分子之間 就被拉開了 被拉開了 他們擠拉開了 擠拉開 我們可以想像 就是 你氣底分子當能量很高 都是速度很快 對 越來越快 越來越快 中間的假設 假設有個地方 他突然間都不氣 比別的氣得到更多的熱量 這個氣就是怎麼樣 會撞得更大力 簡單來講 他是把所有的水分子給撞開了 撞出一個空間 他突然間撞出一個空間 這就是出現一個氣泡 這隨便出現的氣泡 好 車輝 車輝 超容易想像 超容易想像的 我看過沸 你有看過沸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每個人都看過沸 每個人都看過沸 但是我媽媽有看過 他那床說是一樣嗎 對對對 你鍋子開 你慢慢加熱的時候 你發現只有母親的點分產能氣泡 對 他不是固定 不是所有的點分產能氣泡 這個口氣點分產能氣泡 而且會被大氣泡 一床就點上出來 那床就點上出來 那床就點上出來 為什麼 不是喔 這樣鍋子的不均勻 鍋子的瑕疵 鍋子有瑕疵 鍋子有瑕疵的時候 他對這個表面的加熱呢 他不會均勻 所以某些點會特別熱 某些點會特別難 大部分的點都難的 只有這少數的點 是溫度特別高 可是容易特別點 這邊的水分子給它 比較多能量 所以這邊的水分子 特別容易把水給撞掉 就踩那個小氣泡 就裝在前身 那 表面的氣泡一定在冒煙 這一定不用講 因為表面就是氣 就是外面就是 比較低壓的空間 他 撞到這裡之後 旁邊沒有東西可以撞到 直接飛出去了 反正可以接飛出去 它可以變氣泥 可是底下的 水 要變成氣泡 沒有那麼容易 他必須把旁邊的水 從撞開來 變成氣泡 所以他必須比較多的能量 所以你看他少數幾個點 他得到比較多的能量 他可以把水撞開 他就可以撞到氣泡 當你能量越高的時候 他就可以撞到更大的氣泡 還可以撞到更大的氣泡 產生更費能 費能的點 也從這幾個點出來 所以假設我現在的波子 是完全沒有缺陷的 如果夠完美的鍋子 他就不會有氣泡 因為想 每個水得到的能量是一樣的 你要不要撞開 我會把你撞開 邊邊的能量還是比較高 邊邊的能量比裡面高 對啊 可是這是一個漸層 就是我這邊能量比較高 再過來的能量就低一點點 因為他水馬上就傳遞 溫度會馬上就傳遞 所以他是個漸層的結構 那這樣怎麼漸層 那個三樣子還是存在的 那會不會的啦 會啦 他會突然間 他會大家一起配合 對大家一起配合 理想到 對理想到 大家一起配合 那表面上還是在 還在貿易卡 還是變氣化 可是你要想啊 如果我這樣講的話 他不能解釋三樣子 同樣道理 我表面的空氣 對 表面的空氣也沒有到100度啊 為什麼他會變的 呃 為什麼解釋三樣子 呃 對啊 那那那那三樣子 那這跟壓力有關係嗎 表面 對跟壓力 可是表面不是一大些嗎 嗯 可以要穿粉壓 蛤 不是穿粉壓 不是穿粉壓 所以 再嚴格來講 這叫做蒸氣壓 蒸氣壓的意思是什麼 假設我先拿罐子 也算水氣嘛 水氣很一樣 我拿罐子 我裡面裝水 假設空氣有沒有水氣 有水氣嘛 所以 這邊的水分子 撞來撞去的同時 他不小心會撞出去 我不小心撞出去的同時 是不是這空氣 那種水分也可能撞下來 當他搭成平衡的時候 這時候裡面的空氣 水蒸氣 水蒸氣所佔有的壓力 就是要蒸氣壓 所以你可以想像蒸氣壓的概念 是說 我水 變成水氣 的機率 當我的水 變成水氣的機率很高的時候 假設我是比較高 我比較多的能量可以變成水氣 另外可能其實我上面是低壓 我上面沒有壓力 所以有更多的水可以變成水氣 是不是同的 跟山上弧可以結合在一起 當我壓力非常低的時候 我是不是有更多的水 很容易就可以變成水氣 溫度就非常低的時候 我可以變水氣 或更高的比例 那山上弧解釋是說 在 在一個 密歷空間 在一個密歷空間 所以當我的水 是被包起來的時候 我沒有空氣喔 沒有空氣的情況之下 我上面是一大氣壓 那這個水加熱 它會直接變空氣嗎 水不會變水氣 它不會變氣 但是我到 那我沸騰點的時候 它增加水和房 就直接變水氣 因為它壓力是大氣壓 那簡單來講 你就是這一刹那 在100 水到100度吸的時候 我的真氣壓 就是760mm 可以想像是鼻子電的關係嗎 我100度吸 我的真氣壓 是760mm 也就是一大氣壓 那麒麟鋼數 我真氣壓這麼大 所以當我的水 跟壓力跟這一樣 壓力的時候 我的水都可以變氣泡 因為它沒有煮壞了 我所有的水都可以變氣泡 可是你也想像 一鍋水 我煮到100度吸 我沒講廢什麼是100度吸 那為什麼整鍋水突然變氣泡 因為它要變氣體一樣能量 對 所以它氣體一樣能量 所以它這個火的能量 只夠讓某部分的水變成100度吸 實際上 也就是當你看到沸騰 這鍋水就沒有100度吸 你只要它有水 它就沒有100度吸 對吧 可是100度吸下來還是有水啊 100度吸是那個過程 還是有水啊 但是就真心療的概念來講 是必須100度吸都變水氣才對 可是100度吸沒有變成水氣 表示它在零件 它可能是99度吸 它沒有到100度吸 就是差一點點 所以它被 只有所謂的液體變氣的 液體共組合 對 共組合 所以壓力的顯示下 是說100度吸的 它就應該變氣體 它就應該變氣體 但是變氣它代表 它需要更多能量 所以那一瞬間 它會讓旁邊要再降一點 所以它是在過程 所以你就一個 聚光的角度來看 然後去量它 就是100度吸吧 但是你只要做實驗 它的正氣壓 100度吸的正氣壓是760 所以我淋入到100度吸的時候 我所有吸全部變成吸 才對 但是我沒有放 但是我沒有放 那一氣風所要做解釋 因為它身上還是在100度吸 100度吸 可是我沒有真 可是它理熱它不是很合理的啊 就是在100度吸的時候 持續壓在100度吸的時候 它就會 對 沒有錯 它是539款 在液氣的 在液態變氣態的過程當中 它每一克的水會吸收539款的熱量 所以液氣供存的時候 人家說 在我沸騰之後 我們看起來是液氣供存 但是事實上 應該是有些 氣泡在形成的時候 因為我們知道氣體 從液態變氣泡的過程 膨脹的過程 它是需要吸收熱量 那溫度會下降 所以它把旁邊的溫度給帶走 它不會順便 所以我認為在沸騰的過程當中 應該是 我的燃燒所提供的熱量 只足夠於讓某些水沸騰 我沒辦法讓所有的水沸騰 我的能量沒那麼高 可是就液氣供存 或是我們就有這個蒸氣 它的概念來看的話 我這個水 只要在100度吸 我就是可以沸騰 我就可以變成蒸氣 可是重量是可以有100度吸的水 對啊 所以 因為它倒100度吸的水 它還不會變成那個 應該是用電池到100 因為如果你不知道這樣說的話 是100度吸的水 就是100度吸就只有水 問題是現在重量是一大氣 現在可以有100度吸的水 有嗎 可以吧 理論上是 理論上是 理論上是在那一瞬間 它變化的時候 是一個機率問題 就是 就是 因為我們這樣好像 我們這樣 水 水變氣體 我們比較難去測試 測量它 但是冰塊跟水 我們就比較容易看到 對不對 假設這是一個密閉空間 好 我們現在裡面有水跟冰塊 好 我們可以說 這邊是靈部吸 所以我們目前定義它是靈部吸 對不對 定義它是靈部吸 所以 這時候呢 有些冰塊 它會溶解 有些水會凝結 它在均衡的過程當中 是沒有變化的 所以這時候我們可以說 我 溶解的過程 我是放在來吸熱的 吸熱嘛 我吸熱是不是把 把水的熱給吸走 可是假設我要做這個時間 我必須在絕熱的環境之下 絕熱環境之下 做這個時間的時候 我溶解我吸熱 吸收的熱量是 使某些水變暖 所以這水又結冰回來 水結冰放熱 導致我這邊有一些水溶解 然後這水溶解又吸熱 它把一些冰塊 把水變成水冰塊 就溶解 這個情況之後 當我這個情況之下 它的溫度變化 是在裡面很小的一個小變化 我們簡單來講 它是凌土吸沒有錯 我們就 具觀的角度看 它是凌土吸 它是在裡面 在做一個熱教 不斷熱教 因為這是沒有隔壞的能量 可是從水到冰塊的時候 不是在人家這樣凌土吸 它會還是水 然後你是在這個部分 它會維持凌土 它會繼續加強 因為這個過程比較有習慈 你在講 就是 我們把水降溫的時候 降到一度的時候 它會維持溫度一陣子 繼續加強 所以我現在講 這個時候 只有在這個情況之下 完全絕熱的情況 你看到一吸共存 那是凌土吸 因為它能量是 第一時間在做消耗 但是你去 微觀的角度來看的話 這個水 在冰塊的溫度填在沙納 它就會吸收熱量 對 所以它應該會越高 凌土吸它的溫度 這水越要凌土 成冰塊 要凌土成冰塊 它要放出點熱量 所以它會越低於凌土吸 所以它在凌土吸的左右移動 同樣的 假設這是一鍋水 我給它加熱 為什麼它會 一百度吸 看起來是一百度吸 讓我們去做實驗 應該從來沒有看過 非常重要的 一百度吸 OK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這是可以做的 我們也做過 有嗎 我們在量 酒精爐的時候 就做到一百度吸 沒有爆 沒有爆 那酒 溫度可以差一百二十度 沒有爆 沒有爆 我們可以再 我們可以再擦一次 沒有問題 我們這裡有電子 電子溫度計 我們大部分要吃到 可能是 你們看這個溫度計寫一百零二 另外一個溫度計寫一百零二 另外一個溫度計寫一百零二 就是你會有一點誤差 不是那麼準 那我覺得這是溫度計本身的差 但是 但是我要講的是 假設你把這個溫度計 放這個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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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你量到的溫度計都是一樣的 我說這在背景嗎 我覺得一百零二是有人把溫度計壓在鍋底 你就比較靠近鍋底 對可以壓在鍋底 有可能啊 所以 你看我們剛剛比較靠近鍋底的時候 你可以接受這鍋底的溫度 可是我們都有假設它 可以進去加熱 所以那是假設嘛 對啊 那假設情況 你知道嗎 水的溫度是讓它可以超過百度 壓力大 壓力大 不是壓力大喔 我們是不是曾經想過突廢 沒有 用微波爐 用微波爐加熱 因為它瞬間對每個水分子加熱 那一鍋 把克背的水 同時間被微波爐加熱 水分子已經震動溫度就是超過一百度 可是 因為它表面沒有個擾動 它那個壓力 它那個溫度是均勻的 有時候它沒辦法形成氣泡 我旁邊的人都跟你一樣強 我裝不出來 對 我推不出氣泡出來 上面那一層它就是蒸發 它沒有氣泡 它就直接蒸發 它不需要才能氣泡 可是當你拿出來的時候 你拿湯匙一放 因為湯匙是冷的 一放在瞬間 你把裡面的液體溫度不均勻的瞬間 它就出來 爆開來 因為氣泡產生的 所以這時候不要維護了這樣 那它就出費 所以如果你可以想到 它竟然可以被冷表示 那一鍋水 那一杯水是溫度超過百分期 它是超過百分期 它才能夠沸騰 所以在這個 在這個山項谷 或是我們現在講的 意氣共同 或是故意共同的狀況 事實上就發一個 絕熱的狀況 這時候沒有熱量普通 可是在燃燒的時候呢 或是在今天在 你就拿一鍋水泡那邊 讓它冷卻 這東西想是 它跟外面都有溫度交換 對不對 鍋子旁邊在溫度交換 能量交換 底下也在溫度 能量交換 所以你看它的 液氣功能是什麼 事實上有的東西 是不存在的 是它質量在變少 因為它是不斷的蒸發 不斷的蒸發 不斷的蒸發 蒸發會帶走熱量 所以 我們從燃燒 再燒水 燒開水這個瞬間 我們看到的溫度維持 是讓我們腳步是看到什麼 我們的熱量 恰好可能這些水變成氣體所需要的熱量 所以它被維持的溫度 我們講的539卡 是什麼 我們觀察這個氣體 變成液體 它不是有普通的熱量 就是539卡 假如我只是一公斤的 一千克的水 我就是 這麼多烤熱量 才能讓它完全變成液體 完全變成氣體 可是我的普通如果沒那麼多的話 只能說 每秒鐘少多少水 每秒鐘少多少水 來看它 所以它是軟的溫度卡 可是你看它說 這個是100度C 沒有錯 因為它只要高過100度C 它的蒸起來就叫做760 它早就不知道變成哪裡去了 因為它在100度C的時候 它就是直接變成氣泡 100度C就變成氣泡 但是圍繩在那邊 它 你說普通熱量 就恰好讓我變成氣泡 就變走了 所以 我的溫度也不會再上升 我溫度不會再上升 所以我把密封起來 我把密封起來 我把密封起來的時候 因為壓力變大了 它變壓力多對不對 我的壓力變到這邊來 我這個點的溫度就變高了 因為蒸氣要變大 我必須蒸氣要變大 所以 假設把密封起來的話 它真的不足便 可是 是不是一氣共成 是一氣共成 可是真的一氣共成的 情況就 我真的沒看過 但是我們以前老師跟我解釋 我覺得我可以接受那個做法 是它這個空間 這空間 這空間 到處都是水 到處都是空氣 都是水氣 這叫液氣共成 裡面有看到一個介面 你看到一個介面說 這是 這是 這是液體 是氣體 這是液體的 因為液氣共成 整個是有 有一樣融合的現象 我們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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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真的看到 沸腿這個東西 我實際上它比較液氣共成 它實際上 不過嚴格來講 要液氣共成 你看到氣泡就是了 裡面的水氣氣泡 是 那一瞬間這一塊是液氣共成 但是 這邊這個介面其實不是液氣共成 因為它 這邊就不是一百度系 這介面不是一百度系 是不一樣的 所以在這邊實際上有些 有些現象是 我們需要一些想像力 同樣的 在 這樣我們就可以看到的是 固態變 固態變氣泡 會發生 這東西其實很多東西 你們看到 所以我這樣 張老雲就是了 張老雲 當然張老雲的335 就不會長這樣 張老雲的三項固 應該是 大部分的 物質的三項固都長這樣子 只是它的動作團不一樣 所以 張老雲的 一大氣壓在這裡 所以你要想到 張老雲的液態需要怎麼樣 壓壓 必須加壓 壓力壓力壓力 就是 三大氣壓的情況之下 我可以看到張老雲從 液態變 來從固態變液態 否則來一大氣壓化 它變固態變氣態 它沒有液態的條件 那同樣的 假設我在碰到高度 我現在是氣底 我現在這是二氧化碳的 三項圖 三項圖 那 我現在是一大氣壓 零度C 一大氣壓 十度C 十二度C 現在條件是一大氣壓 十二度C 那我的點應該在哪裡 氣態 二氧化碳 這位 你剛剛在哪裡 在哪裡 在哪裡 不知道 應該在這裡 呃 我現在是那個 我現在是那個 那個味道可能 那個味道可能 有很多味道可能 你說看 什麼意思 你這樣是那個味道可能 因為就是 應該怎麼說 這是一大氣壓 他可以 一大氣壓 他可以 一大氣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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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邊緣體就是這樣 很低溫 對 因為如果一大氣壓 不能再 用邊緣體 他就會比那個 一大氣壓 可以邊緣體很低溫 所以假裝就是一大氣壓 就是邊緣體 邊緣體 那他應該在哪裡 他可能在這裡 對不對 所以他講 這邊十二度C 對 那這一點呢 可能是出 出60度C好了 這一點呢 可能是出 80度C 成這樣 所以 我拿出來 是固態的情況下 拿出來 欸 有喔 一大氣壓 他還是固態啊 對吧 一大氣壓是固態 可能一大氣壓是固態 怎麼直接被氣態 他略過液態的過程 看起來是略過液態的過程 為什麼 所以那個位置一定要再處理一下 要往下發一下 其實不是喔 他就是多一指 他只是 那個液態的時間太短暫地去看他 喔 是喔 如果你靠你臉看他 還是可以看到他 就固態去看 然後順便就變氣態 因為你按照這裡 插一下二十度 可以有這麼瞬間嗎 憂憂 憂憂 因為就是很快啊 因為你想 外面是十二度C 還是很大 那能量可以給他 那能量到了他 融化 融化就變氣態 我不要拿到十二度C就好了 我把它 拿到 零下六十度C 的環境看 喔 你就可能 他慢慢融化 你就看他慢慢融化 好酷喔 你就看他慢慢融化 沒有問題啊 那為什麼一直有人說 那個乾冰是昇華 所以不能叫昇華 所以這東西有時候是 我們誤解 我們因為看到他直接變 從固態變氣態之後 他的身體 你你忽略他 那有個過程 是氣體 那過程非常非常的短暫 那為什麼你不知道 張馬丸是不是 張馬丸因為他就直接從 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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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他在三角五 不是說 外在觀察感 你只要把溫度 溫度拉到那裡 或是就可以 當然我們如果說 像二氧化這東西 我們就 理論他目前來講 比字而已 就是這樣觀察 但是你如果說 不相信他那種液態過程 我們可以 可以仔細觀察 可以 小朋友更仔細的 因為這是觀察 所以說我們今天很多實驗 很多實驗是 你看不到 是因為 你沒有設備看他 你並不是說他不存在 對不對 你沒有設備 沒有工具去 觀測去檢查他 並不再把他存在 所以我說 這邊乾冰 我們拿出來乾冰 從附帶 就變氣態 沒有啊 他是昇華 他沒有溫態 可是是讓他存在意態 但一大氣啊 他從80度C過來 他就必須經過氣態 因為溫度的變化是連續的 他不會瞬間跳過去 所以他勢必要從 固態變液態的變氣態 可是過程只能說 他懂到你看不清楚 你不容易觀察 對不對 對不對 尤其是 你拿顯眼鏡 就要觀察他 你靠近看他的時候 你看到他大部分都是煙 你如果看到他的液態 沒錯 沒辦法 很難觀察 因為他不存在 沒有 好 我有試試 所以我們 其實一天拿到那個 好 那我們來想像一下 我們來想像一下 想像一下那個 淡氣 淡氣 淡氣會爬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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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用多種 那個 超一顆流程 就是 那種 那是 超靈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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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 這個現象 我也沒有辦法 我也不知道 就是 他們說 會爬多高 就是 力量的動機 碰到他就 他就爬 你手 爬一點 他沒有限制 他沒有限制 他就是爬 那爬的原因 好 這是我的猜測 因為我 我不是很聽到他理論 但是超靈界流 這實體是 後來真的有 也是真的很 很新的科技 超靈界流是很新的科技 我們曾經在做活性碳 活性碳 活性碳 就是說 活性碳的主要功能是吸附 對不對 我們用活性碳 我點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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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怎麼會寫 一個 兩個 對 吸附 活性碳 這時候可以吸出 因為活性碳 碳的東西很特別 它有四個劍對不對 所以它有很多東西 抓住各種東西 它是非常友善的 對任何一個 對任何外部來講 它是非常友善 它能不能去抓 分辨的結合 那 活性碳做出來的時候 它把所有的都高度 脫敷掉 所以它變成孔氣的東西 一克的活性碳 它們一克的活性碳 就是一克的活性碳 你把所有孔氣的面積加起來 它可以超過一個足夠差 對不對 那我們知道化學反應 就是靠表面嘛 你表面接觸 越大 表面積越大 你的反應越快 所以它因為加上它有蛋 所以一克的活性碳 它可以吸附掉非常多的雜質 因為它靠表面積的關係 所以表面積越大 所以它比較多比表面積 就是說 活性碳好快 就比表面積的關係 這比是什麼意思 比是一個ratio 英文叫ratio ratio就是筆直 它就是把面積去除上質量 面積除上比較多比表面積 我每一個有多少面積 我比表面積越高 表達佛心碳越好 那我們的佛心碳 在軍方使用佛心碳到目前 要用來做防的面具 浴乳罐 因為假設空氣有毒氣 我透過佛心碳吸附最簡單 那佛心碳不能直接吸附 因為佛心碳吸附 你加不加加上一些東西 因為有些這個 毒氣它有一些特殊的灌氧機 所以你去對方灌氧機去吸附 所以你要把佛心碳去進展 進展一些特殊的重金屬 比如像銀離子 或者是銅離子 或者是什麼什麼特殊的離子 進展完之後 佛心碳就具有儲毒的能力 吸毒 不是儲毒 它可以把毒給吸附出來 把吸附住 那你在除了佛心碳 我今天這個佛心碳用過 那我怎麼把佛心碳處理 所以就有人說 就有人利用這個 氮氣的超臨界流體的概念 去做託付 因為這個佛心碳 碰到液帶帶 液帶帶會流經 這個佛心碳表面 所以他就把東西給分離了 你懂我意思嗎 我這個佛心碳上面吸個東西嘛 卡住上 這個吸附都只是卡上去化學鍵 它是黏住而已 所以 這個液帶帶就會流經 活性碳的表面 因為它的 它只要有表面 它就會鑽進去 它就可以把這個東西給脫附 就可以把它給清走 它就用這個方式來做處理 好 那聽說這個處理效果很好 但是 化學分析費用也很貴 比做新的還貴 對 吸也很少不用 幾乎沒有不用 但是它這個理論 它剛剛提出來 就是說它想幫我們處理這個 背活性碳 我們活性碳 我們活性碳用完之後 背活性碳怎麼處理 它就用這個概念來處理 然後它的評估上不划算 我們就去買新的活性碳 重新做就好 就處理它 對 好 這個是超硬貼的優點 超硬貼的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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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特別 如果真的沒看過 它不起做是那個嗎 就是 浩翔應該太誇張了吧 我上次一下就是 那個玻璃管 就靠水這樣 它其實是跟那個 它其實跟什麼有關係 它跟結晶的玻璃管 你有看過 應該這樣講 嚴格來講 他的潮流血流在的時候 他根本沒有能量交換 能量交換或是從液態變氣態 它就會產生一些氣化的現象 氣化現象會讓他稍微有點活動 會讓他往上爬 往上爬之後 因為低溫的關係 又很凝結了 所以他是不斷意氣 意氣之間在做潮汗 所以 那個環境我就會後悔在 對 那我剛剛講 我剛剛其實來講的事情 我要講的什麼東西 潮流血流是跟男陽女中在兩年前 有女生做一個實驗 還拿一個國際大牆 有關係 他做個什麼 他說 水蒸氣 水滴在幾度吸之下 他會爬牆 會爬高 有聽過嗎 他非常微觀的角度 他用一個具體狀的一個檯面 但我說是不是這樣 這個水會往上爬 很特別吧 那其他水會往上爬 那其他水會往上爬 我要入力享受 你要想 簡單來講 在這個嚕嚕的時候 在這個嚕嚕的時候 因為我的這個鋸齒 是一個鐵 它跟它接觸的 就沒有產生生氣啊 這蒸氣就把它推動了 當然這個 因為它水滴喔 如果一攤水 它推不動 太重了 它必須小水滴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這個水就會產生氣化 其實氣化對來講 就有推力 它就開始往上爬 慢慢爬 就有這個現象 可是它推力的角度是 當然它有附力的角度 它不能太大 不能垂直 它沒辦法垂直 它沒辦法垂直 因為我有時候要噴氣的角度 它就是接觸的那底下會有一個 所以它實際上有個角度 它沒辦法打 它有個角度 但是一個很特殊的現象 那現象果凸門就是相關的 跟超齡第二是相關的 那另外一個現象可以觀察是什麼 像那個 像杯子的結晶 會爬金 他們一個說法叫攀金 我譬如說這個杯 我做個鞋子是這樣 我這個是葡萄糖容易 然後它就開始結晶了 那水蒸發就開始結晶對不對 水沒有完全蒸發的時候 那結晶已經開始產生了 而且它慢慢就往上爬 結晶往上爬 那請問結晶為什麼往上爬 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不是這樣 結晶是往上爬 而且四面慢慢往上爬 為什麼 會觀察 現在太陽這邊爬越快 所以簡單講 太陽跟什麼關係 跟太陽 跟溫度有關係 他跟溫度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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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想一下嘛 想一下嘛 加熱 對 跟結晶 加熱 可是你有實驗過用溫度嗎 就是不知道太陽 我沒有完全沒有做完 事實上這就是很難 很有趣的實驗題目 如果你們有興趣可以做科長 但這是有趣的題目 我只是說我觀察到這現象 還沒再往下追 因為那時候其實我在 那時候是指導另外一前做 捷運實驗 但是他 就是 看一天 停一天 就沒有天天看 沒有仔細觀察 然後他們 也就是有點卡住 他沒有再繼續往下做 那我也沒有再繼續往下做 因為我覺得有點像是 我不能幫學生做完 我都幫他做完了 他那只是報告 這到底是誰的科長 所以我就沒有做 我就只是觀察 我觀察這個現象 我現在跟各位分享 你們想看為什麼 當然我們要先 研究方法就是這樣嘛 你對東西看到 觀察的現象 你開始覺得好奇 那你就提出你的假說嘛 我上來我已經提出我的假說 都是還沒證明我的假說 所以我現在想聽各位 看到這些現象 是怎麼去提出你的假說 所有東西都 朝向太陽的 熱感 太陽是生命之源 你有做到完全沒水嗎 有 完全沒水 完全沒水 完全沒水之後 不怕了 現在還是會怕 現在還是會怕 沒錯 所有東西都應該 但是我們就不要考慮 完全沒水 因為完全沒水 我覺得這水 應該是 應該是他表面還是會蒸發一點點 然後 蒸發了 蒸發了 就 黏到 黏到 然後 就往邊去了 其實我也是這樣推 他蒸發過程當中 他是有向上的力 所以他可能蒸發過程當中 我把這邊 融解一點點 然後向上力再把它往上推一點點 因為他一直在蒸發 所以這邊 吹上去之後 又 又氣化了 水又氣化了 他又結冰 所以他不斷的 蒸發 凝結 蒸發凝結 然後在這邊盤經 就是往上爬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趣的題目 大家可以去 如果有興趣做的話 可以去研究一下 他的盤經的情形是怎麼發生 為什麼會這樣子 然後真的覺得 這實際上跟超齡夜流也有關係 超齡夜流也會想 他實在也是在這個過程 因為反身來講 我只要霧露給他 他就氣化了 可是氣化因為裡面又非常低溫 所以氣化的時候呢 又凝結 所以他不斷的可以接這個表面 一直在前進 在沿著表面前進 你只要有任何表面給他 那個沿著表面在走 因為只有一個表面 才能給他能量 他靠空氣給人能量比較慢 他靠這個物質接觸的能量比較快 所以他沿著這個物質表面走 是有原因的 OK 所以這是有趣的題目 好 我們回來剛剛講 液胎蛋 其實液胎蛋我講 我們也要液胎蛋的三態 我們來想想看 液胎蛋有特殊性 我們看到液胎蛋的物體 物胎蛋 為什麼有高度胎蛋 太低溫 太低溫 應該是這樣嗎 動不出來 應該可以 應該可以 為什麼 顧胎蛋做不出來 應該可以吧 再加壓再降 再加壓再降 應該是做什麼 那我們再做得出來 我也是認為液胎蛋應該看得到 其實如果真的沒有辦法 就拿去 我就坐太空船 然後就把那個氮氣 放在這裡 我就把氮氣平 從太空船裡面移到外面去 讓它們結冰嗎 太空船外面就是很低很低溫 讓它們結冰嗎 應該可以吧 應該會結冰吧 那個罐子可以加壓再下去 就 也許不能用玻璃罐 玻璃罐可能 玻璃罐好像也太好 那它做得是它 它如果均勻的接 因為液胎蛋 沒有它裡面還是液胎啊 我拿出去的時候 那你可能 它會接受外面很大壓力 沒有外面沒有壓力 外面真空 那有可能是不是 我拿去這邊爆胎 好了 問你喔 液胎蛋大不胎 沒有很大 一大氣壓沒有很大 我一大氣壓壓力 我要抵抗一大氣壓的壓力太緊張了 所以我只要玻璃瓶做堅固一點 我不太容易爆胎 對不對 那我是不是觀察固胎蛋 應該不是問題 固胎蛋沒有問題 可是在地球上 為什麼固胎蛋 我們就固胎蛋 我們跟它乾冰嘛 固胎和雅胎蛋 可是我們看不太癢 沒有 我有看過一太癢嗎 沒有 有看過不太癢嗎 有看過不太癢嗎 沒有 好像也很 很少啊 其實我們很少看到這麼低溫的 像在地球上要做到這麼低溫 真的不太容易 對 不太容易 但 所以而且氣體的討厭是 一 好 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末 銀末 銀末 銀末的空氣 在 22.4 在 在0度C之下 0度C 銀末的氣體 我講任何氣體 銀末的任何氣體 在一大氣壓 0度C下 就是22.4公升 好 那 蛋 蛋 這個末是多少 分子量 分子量 28 28 28 也只有28克 蛋 在氣體是22.4升 就是 22 4 0 0萬公分 1萬公分 然後 我28克說密度多少 密度假設也是1 因為其實密度1 差不多 1幾的話 等於是28 18公分 那 這是液態喔 那液態變成氣態 所以我們知道不要這麼大 那我要把這麼大的氣態壓成 沒有體積嘛 就是從氣 壓到沒有體積 它才可以變固碳 或變液碳 我的壓力要差多少 要幾倍的壓力 我 因為剛做了 可以啦 腰溫度幫我一下 PV等於K 就是意思說 當我的體積變成原來的一半的時候 我的壓力要增加一倍 所以我的體積要變成原來的幾倍 變成原來的 這是幾倍 2400 2400 大概是 900 800 800倍 至少800倍 有個壓力要到800倍以上 800大氣壓 對不對 這壓力差了800大氣 所以假設 所以事實上在做這個液態 液態蛋跟固態蛋 氣體的液化跟固化 它最大差別在我得到的那樣 我氣體會膨膨脹 所以除非我是極高壓鋼瓶 我可以耐極高壓 非常非常高的高氣壓之下 我才有可能把去儲存液態或氣態 固態或液態 都是一樣 那目前來講 我們氣體上還做不到 所以在液態上 基本上我們要處理 像 就算是液態瓦斯 像那種 所謂天然氣 像是CH4 CH4都太難 夾瓦 夾瓦要處理成 夾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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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因為它液態蛋很容易得到能量 所以它很容易氣化 那一般處理液態蛋,就不會用桶裝的 你如果用桶裝的 我一直接收能量,那就爆開了 因為你絕對沒辦法承受幾百大氣壓的桶子,它就爆開了 所以在處理液態蛋,它直接用的方法 它保溫平 蓋個蓋子,就這樣 所以它就不斷的流出來 它不斷的流出來 所以你在實驗室裡面買液態蛋,不能一次買太多 買太多就沒用完,過兩年就不見了 對,不鮮的,就用完 不用完也不用完 所以大概就這樣子了,我們再來就是 教我實驗的熱功當年,我們下禮拜再講 OK,我們接著下課 這是在台北的一大B70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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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